天皇 就是明治天皇 他對情條發布的宣戰招數 然後這條就是大清皇帝的宣戰喪禦 如果我們要和你宣布 是用竊取的 一定不會下這個招數的 這個招數的表示 我跟您是光明正大 我們互相宣戰 所以柯尤先生也說竊取 你拿這兩個招數的宣戰 這就不算是竊取 竊取是說你在睡覺 你不注意的宣戰 我會給你拋配 那才算是竊取 根據他們兩個皇帝都有 立定招數 現在皇帝也讓有招數 有這個宣戰的權力 就是日本的民治憲法 它的第一條 第四條到十三條 這個意思就是 日本天皇代表日本主權 而日本主權以天皇為象徵 天皇有權宣戰構合及簽訂條約 所以你就知道 要跟人簽訂條約的人是什麼 是天皇 不是政府 這個觀念要很重要 這就是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也有了 下官條約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條約是皇帝跟皇帝所簽的條約 在日本他在簽這個條約上 他在簽訂條約上 簽訂條約台灣和朋友 他對台灣人民的處置 他也是有叫國際法 如果你看 民治憲法的原文 他裡面有一條 遵守萬國公法 所以 日本人在簽訂這個 民治條約上 他們就直接把萬國公法 到他們的憲法裡面 所以 日本人在簽訂條約 他們也有遵照萬國公法裡面的規定 所以 他有規定說 如果這個條約批准後 兩年之內 準時 中國地方人民 你如果總是 你如果要做日本人 想要 不要給日本人 管不要做民房民 你兩年之內 你不要賣你所有的財產 你所有的家當 你如果 你可以去 你買去的地方 你如果兩年後 你還留在這個地方的時 我就把你視為日本臣民 他只能視為 他不是說成為 因為不能成為 因為這時候 他是屬於殖民的狀態 所以 不可以說 直接的 把這個地方人民 變成他的國民 所以 視為成為 神聖不可分的領土不能割落 因為 當然 這個 台灣人 這是 這是 大清帝國的 這個 拓殖地 所以 這是屬於殖民地 所以 爺爛割落 另外 我們條約 有看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 鳳天 遼忠半島的鳳天 因為鳳天 它是屬於 中國的清朝花園地 所以 這個鳳天 是屬於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在看這個鳳天的時代 要犯了什麼 有 德、法、惡、三個國家 他有抗議 說 這個人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你不能割落 所以 他就要 請到 跟日本土人民 就 寫一個 寥然條約 用賠款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鳳天 要犯了割落的問題 然後 還是 日本 去接到我們台灣的時代 只有這部份 這部份 旁邊這部份 都是 高山族 都是賣給他們 賣給他們 賣給他們 政府的所在 所以 日本天皇 以前 派中國來台灣 到第三年 的中國 這個 萊姆市場 南宮市場 他來台灣的時代 也說 這台灣的韓國管理 他做都不會去 他跟國會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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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寫過他 他跟他們 譬如說 這個台灣 很像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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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南宮市場 他跟國會 說 這個地方是 很難管理的 因為 我來這裡 來這裡 政府 台灣這個地方 時代 我 日本兵 死一百六十個 連有受傷人 差不多五百幾個 但是 在這裡 瘟疫死的 有四千六百個 所以 南宮市場 這四千六百 雖然漂亮 還要站著 我們看 就是因為 我們的瘟疫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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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南宮市場 他跟國會說 我要放棄台灣 你 要把台灣 別走 所以 賣國確認 就是南宮市場 有一個人 他會阻擋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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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國會 跟 我們要求 台灣 好不容易 是 我們本人 去得來 一個 南境的 最大的堡壘 所以 一定要留下來 這個 他會 在這 天皇 留下來 最多的名字就是 俄裕岩太陽 俄裕岩太陽 那是陸軍大將 俄裕岩太陽 他來台灣 因為 他軍事防防 所以 對台灣的建設 他也沒有 他 也沒有 說 一直在台灣 在用於 東北那時候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所以 他拿來 霍滕欣平來做行政長官 霍滕欣平 他來 台灣 交通 教育 科學 農業 工業 一些 這些 教育 警察 一些這些 做得很好 他可以 改變台灣 醫療繁榮的基礎 所以 霍滕欣平 他為什麼 以前 台灣 留下來 三 世界有支援 利益 價值的 三項 就是 羊 馬牢 他變成 購賣 其實 你說 鴉片工賣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欸 你這樣跟人家說 你本人太有好意 來鴉片工賣啊 這 工賣 變成說 買一個人都問我們買得對 其實 沒有喔 其實因為 以前清條的時 這些 這些鴉片 都是一些 比較有錢的人在吃 你 接著 你吃這些鴉片 實在是 對 對人民 實在是 實在很壞 不過 你如果直接把他抖起來 一圍 怕說 這些人民 因為 比較有權 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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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 會比較難處理 接著 我們霍滕欣平 他就把 這個鴉片工賣 如果 工賣制度 有 發證書 就是 你要有證書 我才可以把鴉片賣給你 你現在 如果沒有證書的時候 你要拿到這個證書 這是什麼可憐的 他慢慢把這個鴉片 用這個 證書 這種問題 把它縮減 縮到外面的時候 這些鴉片 整個在台灣的消失掉 所以 他用工賣有一個好處 就是 工賣這麼 不會鴉片這麼多錢 他用來做管理台灣 以前的警察 他拿治理治安 武功 才拿出來 這些鴉片的錢 他就 變成獎勵 這個 警察的獎金 1905年到1915年 政府高砂組 日本 政府高砂組 他用10年 的時間 他像 國民黨 直接用暴力228事件 不用10年 一兩年 他就有一個 慘掉了 但是 日本人 他把台灣 動證他的國民 慢慢 改善 教育 所以 他用10年的時間 來教育 我們這裡的原住民 他 撥很多心血 你看 跟羅衛 在做這個 我們這裡的高砂組 他們是最勇敢的 他們 他 從麥克拉社 在菲律賓 這個 高砂組 工具機場 他跟他見面 也是我們高砂組 過去的 你知道 他們把我們高砂組 同化 騙日本人 他們 下很大的功夫 在我們在辦 這個身份證 有這個 種族欄 這個 市民政府 種族欄 我們在辦事文前 種族欄 我們有什麼 有 或是 我們都會 認為 我們是對 合憑或是 共黨來的 其實不是 其實 我們在辦事文前 這個 有 就是 台語 或客語 已經不會說 族語言 馬文化 評伴主 熟伴 就是說 如果你說 富含是黃 就是 族欄 原本的族語 這個富含黃 不是說 你對他 福建的廣東來的 你如果說 熟和平 就是 一個要說 平補族的 平利人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深含高 也要說 高砂組的高山 這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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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個內地 就是日本人 這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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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清國 齁 這個 知行中 裸貝的 1920年以後 從知行中 來台灣 來這裡 來收支納民國 這個 滿 就是滿洲國 就是東北三省家 朝鮮 這個 這個 智雄 就是 支納國 吳建廣東或其他國籍外來移民 中國人住在中國 只能用 寄留 戶口 在台灣 這就表示 像我們這次的居民是誰 這個 如果在 辦事務前的事實 他 一些這些 種族的區別 大概的解釋 就是在這裡 你本來台灣 他一直在建設 像我們的 下水道 水田水 還是 這個 巴田羽衣的 這個 加南水郡 加南大區 這都是 日本人對台灣 兩人很貢獻 所以 他在做這個事情 是 他 以國際的 五國條約和海軍 軍備限制 漂約 裡面 他的民魂把 台灣 被 列強民魂正視為 日本民土 我們 1922年的時間 列強 他覺得 台灣 民魂 還是 日本的領土 1935年 因為 日本 對台灣 建設 很有成就感 我們一些 以前的 藝人 還是 新車 還是 這些 比較有 建設性的 計程 都是 都是 一些 比較好的建設 他覺得 我 要讓國際知道 我對台灣 這個 建設的 人民 本來 是 在文藝的 這個 創方之下 現在 變成 國際的 時代 新的 城市 所以 他把國際 宣布說 我 在台灣 所作的 建設 所以 他在台灣 設立 台灣國欄會 1935年 1936年 他就開始 對台灣人 說 欸 台灣人 開始 慢慢開始 日本的 教養 修飾館 開始 可以變成 日本的 國名 所以 他在台灣 這個 總督小林 及趙裔人 台灣 黃明化運動 然後 1941年 內地延伸 到1945年 4月1號 朝核天皇發布日本 朝核天皇發布日本 朝核 在台灣 經過台灣發生什麼事 這個朝核發行到台灣 有很大的變化 這就是朝核的原文 大日本 大日本帝國憲法 以台灣實施 大日本帝國憲法 以台灣實施 大日本帝國憲法 以台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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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本法律 第一年 中途 法山之際來的實施 一本是用六三法 六三法 六三法 一本實施 只有三年 到1906年 他修訂三一法 三一法 六三法 他們兩個 裡面的法律 很接近 他們就是 總督有完全的權力 可以制定 當地人民的法律 你制定當地人民的法律 你不能跟 日本帝國憲法 民治憲法衝突 這是他唯一的 一個約束 到1906年 這個三一法 都被除 他用法三號 去取代三一法 法三號 取代的是什麼 這個法三號 他就把總督 有限制他的權力 所以 如果說台灣的 一些類似憲法的東西 就是 六三法 三一法 和法三號 這就是 你到日本帝國 憲法台灣 施實以前的 台灣說 有關類似憲法的東西 管理的法律 1945年4月1號 這個 天堂招書 他台灣私信到地 我們台灣人 這段 他還是變成 大日本帝國的國民 我們剛才來看 這個 下官條約 是人家的第五條 他是四月而已 他 他有降息 到1945年4月1號 他正式成為 大日本帝國的國民 對這天 台灣人比較有國籍 就是對 這天 這天開始 然後 台灣被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引土 這個是很重要的 本土台灣人 我們有參戰權 參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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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選三個 參議員 和五個眾議員 去 日本的國會 去爭取 我們台灣 台灣人 應該有的權利 這個參戰權 因為我們以前 在那些 發生會 我們在做兵 我們現在 老了一過 他們都說 以前去做日本的軍服 做軍服 你不能拿 拿刀拿槍 一開始 做一個火 就是 出粉紅架 三個 才好 那個 補給品 所以 我們 這個 憲法的施行 造成一下 我們的參戰權 參戰權 我們在那邊 還是 那邊 他就有軍階了 有的人說 他在那邊 騷衛 或是 或是 飛鋒 台灣的刀殺軍 特別是 台灣人 做兵 都是用鑽 其實沒有 台灣人 做兵 他是自願 你看他要 錄取一千人而已 那還有四十人 來報告 以前 這裡的 高砂族 不是以前 以前 台灣人去做兵 他們的薪資 很高 這個 這個 下的時候 他的資本工資是 一萬八千元 現在差不多 兩萬塊 他的十倍 表示 以前在做 我們現在的台幣 是差不多 二十萬 這是很高的水 很高的水 這樣 天啊 這邊的 不是 日本人 是中國人 你看 1941年 美國記者 白修德 重慶這所開設 被用鐵鏈鎖住為 國軍新兵 你看看 這個 是真的 去學不懂的 他都說 我們台灣人 是 在強迫 這邊的 這不是嗎 他們自己 去強迫 他們 都說 是我們台灣人 現在 第一年 總督到18任總督 是 日本天皇指派 到19任總督 就是由 日本內閣 總督 直派 來 這個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可以證明說 台灣是 跟著日本丫頭的證明 日本時代 下班條約 日後 日本開始在台灣建設 他認為說 在台灣 立案設立 台灣的銀行法 他就在 大家 建立 台灣銀行的本店 朱氏會社 在這裡建立 朱氏會社 去銀行 什麼 就開始發行 台灣銀行 銀行券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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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銀行券 有優點 他怕說 因為台灣 以前的 有些疾病很多 所以他怕說 如果他 用了 就好 去討伐 日本的經濟 另一方面 就是 你在國際法 上面 你的民土 也 比較不適合 用你本國的錢幣 比當地的 80 所以 在這裡 開台灣銀行 如果你看 這是 1899年的 議員券 這裡開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 1904年 台灣銀行 這是一塊 這也是台灣銀行 1904年 台灣銀行 1906年 這也是台灣銀行 這也是台灣銀行券 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券 這也是1907年 要告社群 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券 台灣銀行 這也是台灣銀行券 在這裡 這也是台灣銀行券 這也是台灣銀行券 這台灣銀行 這1944年 在 發布照書的 前一年 台灣銀行券 台灣銀行券 在這裡 這1945年 發布照書之後 日本一台我們在臺灣發行 他加了日本銀行約換券 約換券,你看看 這表是甚麼 臺灣被日本深深不可 跟對領土的貨幣統一 這個錢我們看出來 很明顯 貨幣統一就是他們的領土 我們經常在說 四萬塊多一塊 地方民眾說四萬塊多一塊是因為你 戰爭後台灣投入膨脹 這樣是怎樣把我們改 投入膨脹的時候我們才四萬塊多一塊 表示說 他換四萬塊換一塊好像是不得已的 我用請問你看 換他把他壓在臺灣人 這是日幣與美文元的兌換 從1897年到1949年 日幣當時台灣銀行券就是 我剛才給我們看的台灣銀行券 比例就是 日幣台灣銀行券是一比一 要想說 日本雖然在台灣 另外用這個銀行 發行我們台灣銀行券 如果 你這個貨幣的英文的比例 是一比一 變成說 他整個這個比例是不平的 然後台灣銀行券 舊台幣也是一比一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我們注意一下 1941年 一年一美元等於4.2日元 戰後的時間 1945年一美元等於15日元 基隆到一戰後1945年 表示說什麼 到1945年 我們正經結束的時候 我們的 那個 台灣銀行券的比數 都是一比一 標準我們正經的時間 並沒有通貨膨脹 看這個很清楚 他要這個 這個公計美元比15日元 這是日本本國 你看 我們通貨膨脹的時間 這台灣銀行券 他應該是 你換舊台幣 應該是 不是一比一 因為你如果通貨膨脹的 應該是把你換得多錢 所以我們說 1945年戰後的時間 我們的幣值 還是可以維持於1美元 比2.4日元 所以說 我們戰爭的時間 完全沒有通貨膨脹 但是到1949年的時間 你知道嗎 我們把它變成 1比4萬 1比4萬 如果日本才1比360 贏的百位數 那贏的百位數 那贏的萬位數 所以你看到 4萬塊多1個 4萬塊1個 你看到 把台灣人搶得多錢 看這個 錢的比例 你就知道 當時我們台灣 在戰爭的時候 並沒有通貨膨脹 中華民國來台灣 是根據 一般命令第1號來的 一般命令第1號來的 你最要看 一般命令第1號 它也沒有牽涉到割浪領土 它只是說 在中國滿洲 台灣籍北緯16柱子 化索印度支那 這個化索印度支那 L度16柱子 這個就是越南 所有的陸軍 海軍空軍 及補助大外印象 蔣介石大元帥投降 你要看這個儀 上述之令官 唯一被授權 授強之同盟國代表 所有日本軍 對應該像彼此或其代表投降 所以 蔣介石來台灣 他是 他是代表 同盟國來台灣投降 他是代表 他不是 像他 中華民國說 他來台灣公布 這完全不對 你看這 一般命令第1號 我們就 知道這個原因 還有 中華民國經常說 台灣是中國戰區 其實不是台灣是 屬於太平洋戰區 好 我 這裡這裡 太平洋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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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看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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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 第2次世界大戰的 太平洋戰區 我們台灣是屬於太平洋戰區 所以 你看看 他這個 這個中國戰區的 投降典禮 何應清 總是接受日本 派遣的 參謀長小林前三郎 成立投降書 你 何應清 他是在中國戰區代表 台灣 我們看得太久 台灣人是中國戰區的唯一 他這次的何應清在那裡就好了 他有立刻派成宜來台灣接受投降 他想說 他對於中國戰區 到太平洋戰區 這就是屬於什麼 代理戰領 我們看這個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歷史簽署 這我們的歷史就是 第十九任的總部 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看這個歷史 我們就知道 中華民國 他在台灣 是屬於代理戰領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說 中華民國國旗 其實他以前 來台灣的時間 1945年 來台灣的什麼 這支是屬於海軍旗 這支是屬於陸軍旗 這支是 他們的國旗 中華民國標準國旗 就是這支 五色旗 這支是元帥旗 這支是元帥旗 你看看 中國民國的國旗 他的國歸 他的國歌 他的國歌 他在台灣的什麼 就變了 把這個國旗變成這個 這有證明 我給你看 中華民國的國規國旗 法 他在民國四十三年 1954年 他設立 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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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國旗 他不是 他們的國旗 他是屬於 海軍旗而已 所以 海軍旗是屬於 戰領旗的一種 所以我們看這個 我們就知道 這支是海軍旗 他來的是戰領旗 要跟他設立的命令 如果出台灣是 他叫做國家蘇附 官吳 他想要在 社會那一種 牌的 他在國旗 這支也是在國旗 這支也是在國旗 要照顧台灣官吳 其實不是 這是台灣戰領 他來台灣 在國旗 待遇戰領的時間 也不能 他不能 戰領不能宜轉儲全 要加一加什麼 中國戰區 其實是愛太平洋戰區 所以 他在這個島 很多錯誤都在這邊 這是 我們給 一邊 一個 電影 那個 那個影片 我把它解讀下來 你看看 台灣戰領 他本來就是台灣戰領 10月25號 不是台灣防護局 他真正的名字 就是 交戰國軍事戰領日 這就是他正確的名字 他不是台灣防護局 如果台灣是台灣民國的名字 這條錢是中華民國35年 就是1946年 台灣人是他的名字 他只想要下台灣銀行 他直接把中國銀行的錢 拿來這裡也不可以 那為什麼寫台灣銀行 所以你看這邊你就知道 台灣不是他 不是他的名字 所以 台灣防護局 是屬於四季大騙局 你看 這是什麼國旗 美國不旗 這也是美國國旗 台灣如果是中華民國的 他看一國旗就好了 他還看一版國旗 中華民國經常說 他說 開羅宣言 波子坎公告 商務文書和台北合約 這是確定 他拿到台灣的最大的證據 真的有 開羅宣言 波子坎宣言 在英國的眼中 是覺得這是 正經的 暫時的 意象樞紉 但是在美國的眼中 他覺得開羅宣言 波子坎公告 他覺得 這是要經過的合約 有合約之後 你跟我們決定 決定他的地位 那這個商務文書 商務文書 說到這裡是 他只是重申 麥克拉斯威利 裡面內容而已 他並沒有跟台灣 要做中華民國的 也沒有多樣領土 這個台北合約 是跟台灣人講習 變成中華民國國民的 一個合約 我先說波子坎公告 因為 我們的日本提供 遵守波子坎公告 波子坎公告 裡面都有 十三條 其實你看 他第一條就是 花式力量 並強到最後勝利 這個歷史力淘寬國 他主要內容 第一就是 確告無條件投降 但是他第一條 他意思是 跟日本人說 不像心臟狠狠 如果我到人 我就要毀滅 就像敵哥這樣 就要殲滅掉 我們不覺得 如果我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家 想要德國開頭 簽和平條約 你為什麼 跟我們台灣 跟日本有槍 因為德國是整個被殲滅 德國他是整個消滅掉 所以他不用簽和約 對 因為他的主要內容 還心不得死 再來第三 開羅宣言之條先必定實施 而主權必限制本島 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 及無人所定之其他小禮 再來 日本第一次的就是 日本投降後對日的方針 這對日本的方針就是 一般日本的建設 他加入國際麻煙組織 有人說 開羅宣言跟波子港宣言有何? 你覺得有何? 他心有何? 開羅宣言是三個巨頭在一起 三個領導人物 三個領導人物在那裡開花 三個領導人說 說決定的事情 這沒何? 不過 五八的領導人 沒有了 開羅宣言 他所說的 什麼 一個 韓國獨立 韓國獨立 這都有實現 不過特別對台灣 就是 他的無效 我們來看最主要內容 中美因三國堅持對立作戰 再來 三大盟國自始競爭戰爭目的 在於制止懲罰日本侵略 三國絕對為自己獨立 也無擴展領土 我讓軍方切擴展領土 第三 日本歸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 在太平洋戰區所佔領的一切島嶺 日本自中國所偷盜的 所有領土 譬如 南洲 台灣及澎湖群島 應歸還給中華民國 再來就是 朝鮮獨立 我們來注意看 就是三個領導 第二條AA市長 朝鮮有獨立 有 他在第二條AA市長 朝鮮獨立 擴展領土 這有 擴展領土 就是因為有這個擴展領土 所以 台灣美國有多少人拿到台灣 就是因為這個擴展領土 三國不為自己獨立 所以 我們來看看 開羅公報 對台灣失效的原因 承諾對象本身條件不存在 也是承諾 中國代表的蔣介石 但是 我被中國蔣介石 也是被流亡的 所以 他的承諾不成立 再來 代表中國的毛澤東 介入韓戰干涉朝鮮 他介入韓戰 你給你看看 他開羅新聞主要內容就是 朝鮮自由獨立 結果他 九三洞揚介入朝鮮的韓戰 結果 他介入朝鮮的韓戰 擴展領土 所以這兩個都有效 再來第三個 因為美國反共的原則 不可能 將原本要給中國的蔣介石 台灣變成給毛澤東 這是反共原則 再來 中國人從未見過台灣完整主權 1912年 其憲法規定 固有領土 並沒有包括台灣 所以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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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中國所拖到的所有領土 這個領土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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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他誕生的時候 這個領土不是日本的 所以 他沒辦法 各有中華民國 所以 你看看 他在這裡 雖然開羅宣言 本來是想把台灣 給中華民國都不行 不過 他英國 也是在說 你看看 要不 要不簽訂 那個 和平條約的時候 他不可以 把這些 東西 由日本 轉移至中國 這也是 證明文件 都在跟中華民國說 我們來畫台北合約 台北合約 第二條 第二條 就是確定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造成的狀態 就是 日本 與那時 開團 克林 台灣跟 澎湖 德法去台灣 澎湖的管理權 不過 舊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把台灣 主權 歸到中華民國 第三條 就是處理 國民的財產 第四條 他說 他說 他的原本 是怎麼說 這以前 如果說 所有的和 中華民國 有簽訂聯條約 要變成無效 但是 你看看 台灣 在 割爛領土 你說 割爛領土 因戰敗 要極為原狀 之前的割爛領土 無效 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領土割爛 以國際法 裡面 你就說 領土割爛 不能偏面 違約 就是說 你已經掛掉了 就掛掉了 你不能掛掉了 現在掛掉了 之後 你要講條件無效 更便宜 你就好在法 這個條例 再來 第十條 台灣住民 被中華民國當作 是中華民國的規定 這就是當作 你跟你一九七二年的西章 你 你 本行中華民國 為我建交 所以 這個 台北合約裡的無效 所以 你變成 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但當然 然後變成無國籍 就是主角 可以我宣言 就算我們的條約 你看 這是他 翁超雲的西章 他的國會 他的西章 查 就新三合約 僅規定 日本放棄台灣 澎湖 而未任意起訴 指令 推置中日合約所能補救 所以 你看 他 雖然中日合約 還有台灣 也沒有變成 沒有變成中華民國的名字 我們在 最近這個南海 紛爭很大 想要 美國 中國在南海這裡 這個島礁 美國 其實 我要在你十二年以內 巡邏 這個哈里斯 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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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美國人 他是 美國太平衡 艦隊司令 有屬家 這個 我們看這個 有證據這個島 他在這個島 這個 大概有三千多公尺 這三千多公尺 就是 可以有重型的飛機 跟它噴射器 下落 但是 中國 他要來 這個 撒取來的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 南沙區島的地下 很多石油 和可蘭兵 可蘭兵就是 類似 我們的蛙叔 賈王 所以 可蘭兵 據說 可以讓全人類 用一千年 所以你看 它的含量很豐富 好嗎 美國 不只 它的軍隊 去 南沙區島 那裡 有收封殺機 也過了 也是去 它的 人造島 礁上 上攻 巡邏 這個封殺機 很明顯 好 助理 美軍紀飛越南海 補俄國際法 像你說 我來軍隊 我走來 南沙區島 補俄國際法 這就是 這也是 美國國防部 旅行對台法定義務 國防部長 好 法定義務 就是 救新生合運條約 是 市民不台灣 有什麼方針 監核群島 在這個口號 這是 東沙群島 西沙群島 南沙群島 看這個代表 代表都知道 這個位置在這裡 好 在這裡 有什麼地方在這裡 這 台灣在這裡 菲律賓在這裡 跟越南 好 我在這個 紅線 這個國文 這都是 中國在這裡 設立的島礁 好 我們看一看 這紅線的國文 這就是 跟越南 跟菲律賓 這是 美國海軍的 海上執行的 照片 是 美國 他的 在台灣 在這個 南沙群島 這裡 看起來 東北南東 很嚴重 就是 因為 根據 救新生合運條約 第23條 美國是主要在乎全國 你看看 他 救新生合運條約 因為第二條 會有 日本放棄 南沙群島 及西沙群島 所以 日本說放棄 這裡的 南沙群島 是西沙群島 這裡的 他放棄 這裡的 什麼人是主要在乎全國 就是美國 所以你看看 這個 美國沒有說 我要用法定的義務 的義為止 就是 因為 這個部分 究新生合運條約 靠 主分的天王 他沒有 我們 來看 但 日本帝國 他是 二元制的國家 你怎麼注意看 日本 他在幕府時代 你就知道 他的幕府 類似現在的 政府 如果 這個幕府將軍 如果要對 外國 還是對本國 建設 他把天王報備 然後 上書 上獄 天王 然後天王 合族之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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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幕府將軍 他還是要執行 他來想完命運 所以 你看 他幕府將軍 到一段 新年 明治憲法實施之後 日本也是 維持 二元制的國家 但是 天王 他有 國家的所有權 和管理權 他有 在 旗下 在日本人民 組成的政府 日本政府 所以你看 這個 是 投降書 投降書 我們來看 這個 同行會 他代表的 代表的人 日本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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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政府 所以 這個同行會 代表兩種身份 第一 第一 新聞就是日本天王 第二 新聞就是 日本政府 日本天王 天王 日本天王 日本天王 在旧新安 民調約 裡面 沒有滅亡 還是消失 看他的憲法 就知道 他還是存在 所以你看 旧新安 民調約第一條 會逼 他就是 承認 日本政府 新日本政府 有的 日本政府 東條英姬 台灣 我們那個 有知識 有說的 東條英姬 是被 嚇死 所以 東條英姬 他是代表 日本政府 所以 變成說 旧的日本政府 他不見了 由新的日本政府 取代 所以 旧新安 民調約 他的對象 是什麼 是新的日本政府 因為我們看 波斯坦宣言 他把 日本的土地 先制 以 以北亞到 九州四國 跟 本州後 所以 我們怎麼看 日本政府 新的 日本政府 他們說 放棄的 他是 日本政府放棄的 日本天皇 並沒有放棄 所以 我們看 這裡就知道 日本政府 這個 究竟那個 民調約 他完全沒有 討論到 日本天皇 我們來看 這個 我們就知道 這個 佛洛提 他就是 日本 天皇的 主權 然後 這個 Full Right 這就是 日本政府的 主權 這個 Right 開土 Clean 等於 Full Right 這就是 屬於 管轄權 這是屬於 部分主權 我們看這個 我們就知道 所以我們注意 你看看 日本政府 政府 控制 這裡 是 管理權 而已 他沒有 牽涉到 引土權 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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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北方四島 我們看這個 北方四島 在 古年的時間 因為 蘇聯在北方四島 這 演習 結果 日本政府 出來討論 美國發言 說 承認日本 對北方四島 擁有主權 北方四島就是 北方四島就是千島群島 既然 美國說 承認日本 對北方四島 擁有主權 這個 日本 其實不是 日本政府 是日本提供 你怎麼看 我們來看 北方四島 是在 日本放棄千島群島 日本 日本 是在 歐來的開導人 可以 台灣 台灣人說 美國已經承認日本 有 有主權 另外 在日本的市場 他所下的 這麼大的 放棄的東西 是跟 美港西下的 條例 跟不一樣 紅色的東西 都是一樣 這千千說明 就是什麼 台灣就是 日本的主團 你要看出來 另外 北華原人 承認日本 對北方四島 擁有主權 另外 第一行是 他寫法 都一樣 既然 他擁有主權 日本 當時有哪有 台灣的主權 好 你要看得懂 他寫什麼 你要看 有的聲音 就知道 我們 我們在台灣的主權 他的本書 日俗美戰 齁 這個就是 一個 一個重點 齁 時間啊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齁 要 如果有 既然 我還要放這裡 撞得大 謝謝 謝謝 請同心再次感謝 謝謝